Leo聊四季 天敬毒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庫曼倫得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芳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也是我們這次11月黃氏山脈的新文明 這個新文明最大的特色一開始有免費的羅車 這個羅車雖然可以探圖 但是不能馴養動物 這一點的話這遊戲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通常有些觀眾會認為 這個是可以移動單位就可以馴養動物 挑戰器是不行的 這一點如果有注意的話 可以會減少一些損失 喬治亞人他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的騎兵單位 會有回血的效果 這個能力是包含肉麻的 風力時代回5滴 城堡時代10滴 帝龍時代15滴血 喬治亞人主要是打騎兵路線為主的文明 工兵路線沒有強奴 但是有火槍兵 也沒有拇指環 所以他的工兵路線 稍微會非常 算是非常弱的一個文明 所以喬治亞人 他後期主要是打這個騎兵單位 跟步兵單位會比較適合一些 喬治亞人的精冠技術 也可以讓自己的騎士 跟這個自己的寶兵 莫娜斯帕這個寶兵 進行一個減少15%的人口數量的能力 這個效果讓喬治亞人 可以爆出更多的騎兵 或是展出更多的農民 其實都是OK的 那喬治亞人還是要儘肯打出自己的騎兵單位 打出優勢才是重點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庫曼人 那庫曼人最大的特色是封建時代 可以開出城鎮中心 額外的城鎮中心 讓他可以趕快去開出更多的農田 跟村民出來 來爆出更大的經濟 那庫曼人來說 他也是一個遊俠跑得最快的文明 所以如果你喜歡遊俠跑得很快 巴巴拉伯雷人那時候那種情況 那個庫曼人的話 是也非常適合你的 那庫曼人的話 他還有青茶 這個青茶是散彈瑪哥 但是沒有三級的弓兵射的關係 所以他的青茶會感覺手短了一些 但槍暴時代的青茶是相當可怕的存在 那後期的庫曼人比較常見到是打青茶 配上遊俠還有這個槍兵的路線 那後期也可以轉出重型投石車 也是一個很適合庫曼人的打法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庫曼人在阿拉伯來說 會比較常看到的是 封建時代雙TC開龍 然後拉四川或是三川去插劍塔 用這個劍塔去爭取自己開龍的時間 那在於阿拉伯來說的話 就會比較屬於雙TC開龍 然後直存上去的一個直觀式打法 那這個雙TC開龍也是要讓自己雙TC不斷存 一直慢慢農上去的一個正常直存 不是那種25P就上去直存的那種直存 所以庫曼人來說還是比較偏向於適合開龍 那後期打出自己的強力兵種 一個文明打法 好 那喬治亞人這一次改版新文明 他有這個強化教堂 稍微補充一下 那這個強化教堂可以插在這個礦區 或是木頭區 還有農田區 進行一個10%的工作效率的加成 那我會比較建議把這個強化教堂 放在農田或是礦場區 因為你的農田基本上不會移動 那你的礦產也是 所以插在這些地區的時候 就可以一直吃到這個10%的工作效率 那如果你是插在木屑的話也是OK 只是你的木屑會移動 會越挖越深裡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繼續想要這個10%的工作加成的話 可能要再下一棟新的這個強化教堂 會比較好一點 那喬治亞人打法還是比較適合打寶兵 這個莫娜斯帕寶兵 莫娜斯帕這個騎兵單位 是每5隻騎士或是每5隻的莫娜斯帕 都會增加1攻的傷害 那最高可以達到加4點的傷害 所以基本上你要一直維持他的加4攻的能力的話 建議是一直維持在30隻左右會比較好 因為你可能只有21隻的話 馬上被鳥掉1隻或2隻 你的傷害就變成加3而已 而不是加4 所以30隻的好處就是你稍微可以扛一下 然後減少掉了幾隻單位 你的傷害依舊還是在加4的情況下 所以喬治亞人還是比較適合打整團騎士 抱團式的打法會更適合 那喬治亞人他的這個寶兵 造價來說黃金相當便宜 只要45黃金給我使食物 造價來說是相當省的 那騎士的價格是75黃金 他的寶兵是45 而且他到了後期 攻擊力可以到達18加4的傷害 22攻擊力 所以以45塊黃金可以產出22點的傷害 這個CP值來說是非常高的 好那我們看到喬治亞人這邊是 封建時代上去之後 24P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這件事他兩升到前方 感覺是要來下強化教堂的感覺 那強化教堂這個建築物呢 雖然他會射箭 但是他要自動射箭的話 需要把這個聖物或是村民老頭 放在這個教堂裡面 才會自動射箭 但他自動射箭 也只是跟陳真中心一樣的傷害 只有5點的傷害 而且射程也是跟陳真中心一樣 只有6點而已 所以如果真的要用這個強化教堂 去做一個寶推策略的話 其實有點... 有點微妙 講時代的 因為他的一般的這個箭手是0 但還不錯 這個...強化教堂 喬治療人一開始 就有這個... 生物喔 可以直接放進去喔 這個生物放進去了 OK 這邊看到洛 村民直接被打死 強化教堂直接被... 殺掉 那這邊生物呢 直接放了進去兩個 那我剛剛修正一下 剛剛說實話 一開始就會有一個生物 我們講錯了 剛剛是喬治療人自己放進去的 剛剛繼承亞美尼亞人 喬治療人 他這邊生物放進去之後 就會自動射箭 但是這個箭矢數量 效果可以仔細細看喔 其實箭矢數量是沒有很多的 就大概兩三發箭矢而已 並不是像那種城堡一樣 一直射箭出來的 好 那現在看到鋪滿了 這邊是使用封劍的肉碼 開始進行反制當中 三隻老頭進行壓制 這邊村民又拉了一唇繼續蓋 然後一隻村民被砍死之後 第二隻村民努力的 還把這個強化教堂給蓋起來 但是肉碼依舊有這個抗招想的能力喔 而且打老頭的傷害非常的高喔 好 那這邊喬治療人點下了神聖思想 增加了老頭的血量 從這部分眼睛按得出來 準備要來攻城 那像這個情況 這個強化教堂 是沒有辦法去攻擊圍牆的情況 你可以考慮把這個聖物 拿到這個前方 可以進行射城們的幫忙射動作 好 這裡再補了一個奴炮 後方出現了四隻老頭 庫曼人這邊升到城堡實在合一分半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喬治療人 如果要繼續用強化教堂 進行寶推的話 會怎麼打 好 那這邊直接馬上等下了475 救贖思想 那我這個科技之後 就可以招搶敵方的建築物了 庫曼這邊是按了非常多隻的肉碼 進行反擊喔 但這邊老頭直接被放在這個木牆的後面了 所以騎士要過來打的話 還要繞一下 這邊招一下 看起來是有機會招到 但是整個撤退 沒有打算要直接應招喔 他這好像也太大事了 我們關小聲一點 目前看到喬治療人 已經把前線的強化教堂蓋起來了 但他並沒有利用強化教堂的射箭能力喔 而是用這個衝車跟奴炮 去燒來庫曼這邊的正面農體喔 那庫曼這邊是在等待式他的 肉碼的升級喔 肉碼只要升到清奇兵之後 兩刀就可以砍死一隻30血的老頭 那如果45滴血的話 就是要砍三刀了 好 後方老頭有點危險 被砍死了一隻 但是成功招搶到了一隻肉碼 第二隻肉碼來不及招搶 然後可能要 唉唷 還是招搶到囉 招到了三隻肉碼 稍微進去反擊 老頭來不及進去 最後老頭還是被砍掉了非常多隻 不然是這邊有點空不太過來喔 老頭有點送的有點誇張 這邊老頭趕快進駐到這個 強化教堂裡面會比較好 但他一直沒有去空喔 這邊喬治療人有點尷尬 把自己所有的老頭全部送光了 然後空碼這邊就打得非常好 直接用弱碼升級之後 快速解決掉大量的老頭 現在這個強化教堂 他跟一般城堡一樣 這個底部的地方 是沒有辦法射箭矢的 喔 這可以換掉一隻嗎 被啊 被招搶掉了 好 那我們先看到強化教堂兩根 三根在這裡 每一個強化教堂價格是200木頭 而且是不需要石頭的部分 所以打這個塔推的情況來說 他是更省資源的 而且不太傷經濟的一個推法 因為通常你挖石頭都會傷經濟喔 但是如果是打這個強化教堂的話 就不需要去挖石頭 好 這邊看到老頭離強化教堂比較遠 直接拉來非常多的弱碼 過來解下這邊的老頭 但是老頭直接瞬間招搶掉了三隻弱碼 靠這個弱碼再褲打一下 最後只剩下兩隻老頭活了下來 這邊有通車以後來幫忙輸出一下 好 庫曼上面堵下了一個新的城堡 庫曼通常遇到這個情況會很難受 因為庫曼是沒有這個救贖思想的 是沒有辦法招搶對方的工程器喔 那老頭的部分也是比較難處理的 大部分都只能使用自己的肉 或是用青茶快速點掉 會比較常見一點 好 這根城堡現在被控制住 庫曼可能要等一下後方的工程器製造所產出 頭死車出來才可以反擊 但頭死車現在出來很有可能 誒 四次滴 沒死 老頭來找一下 但是他有475救贖思想 頭死車可能會被招搶掉喔 好 那庫曼這邊就趕快把頭死車拉到正面了 跟喬治有人對丟這個頭死車 只要讓對方這個頭死車解掉的話 他就可以趕快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但正面的部分實在是太多槍兵 頭死車如果一露頭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洛馬或是槍兵直接衝進去給解掉 所以庫曼這邊可能要在後面補一個新的城堡 進行防守 這邊這個城堡找個機會喔 再趕快蓋起來就可以了 好 這邊砸了一發 頭死車的老頭一邊有死掉 但是頭死車很有可能會被招搶 那兩隻洛馬已經衝進來 想要瞬間收掉這台頭死車 頭死車的部分血量被拉了起來 後面城堡中心收出來開始射箭 但是好像拿不到這台頭死車 草治亞人兩隻洛馬直接暴斃 再跟城堡要記得取消喔 送死幾滴血 庫曼這裡沒有取消 哇 這樣就有點虧了 而且頭死車也被招搶掉了 喬治亞人這邊槍兵生頭戰術打得非常好 頭死車加槍兵還有老頭 這個戰術算是賽爾特人會比較常看到的打法 喬治亞人拿來使用感覺也不爛 畢竟喬治亞人的老頭科技也是比較全面一點的 沒有太大的缺點 這個老頭科技 亞美尼亞人本身也是這樣的文明 真的要說他的缺陷 就是帝王時代沒有啟示思想 也沒有招搶對方生侶的科技 其他情況下還是可以用 畢竟還有印刷技術就俗思想 大部分情況還是可以做個應對的 庫曼這邊是轉出了更多的村民 並沒有要趕快爆兵解掉喬治亞人 這邊的老頭壓制 反正是走一個穩健開農的方式 不產出過多的兵喔 兩村 哈哈 這兩村 死得有點冤枉 好 那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 這邊遇到城堡應該就很難繼續催了 喬治亞人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 沒理由會按衝車去頂這根城堡 肯定是會在前方補一根新的城堡 開始用巨型頭死機 開始攻擊敵方城堡 喬治亞人這邊著想非常的舒服 但是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來 85村對上47村 喬治亞人這邊的強化教堂寶吹 效果看起來並不爛 但是村民其實是非常落後的情況 城堡的位置沒有補在非常前線 而是補在偏後方的位置 相當保守 這邊是想要確認 就是確定這個城堡能夠蓋起來的情況 因為如果蓋太前面了 如果對方裡面長兵 一波反打回來 他會很難受 城堡蓋一半可能就要打GG了 這邊蓋不起來就真的是沒得打 那帆拉斯也是我們四季立國的知名高手 所以他這邊打的保守也是情有可養 他知道風險跟利益 是相扶相承 所以差了前面一點 可以控對方的城市中心或是農田 但是相對也是有可能是會失敗的 那後方這個位置的話 如果對方落馬過來 還可以直接趕快收到搶花教堂裡面 進行反擊 敲架人這邊巨型投資機已經補不下 印刷技術也升級了上去 這邊投資車砸了一發 落馬但是落馬血量還很多 清查轉了出來 落馬第一時間攻擊後方的投資車還有老頭 清查被招降掉了一隻 暗示自己的老頭 只剩下一兩隻了 上面的工程機制造所要delete掉嗎 哇沒有D掉反而被招降了 這樣很虧 而且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裡可以趕快按出衝撤 來直接攻擊正前方的城堡 雖然這邊按衝撤可能會有點浪費 因為對方可以隨時拉吹米 進行反制衝撤的動作 所以這邊趕快產出更多的巨型投資機會更好 那巧之曉人升到地獄時代之後點下印刷技術 老頭的這個招降射程來到9加3 12射程的一個優勢 而且現在點下神拳爭執之後 四個老頭同時招降一隻單位的話 招降成功的話只需要一個老頭 要休息 所以讓他可以再進行第二輪的招降 才不會那種招降失敗 全部的老頭不在休息 然後再安靜離職 都不做事 在那邊做完自己的事情就不做事了 所以這個Balance點下這個神拳陣子 是為了要讓他自己的招降的過程更舒服一點 所以才要點下神拳陣子這個科技 那為什麼要補充這麼多 是因為最近有發現觀眾 對於神拳陣子這個使用方式 可能不太能理解 其實我們正確的招降方式 就是招降拉了這樣 框一大堆的 不是一大堆 就框這大概五隻老頭 然後直接對著敵方村民按右鍵 然後再一隻一隻左鍵點老頭 點其他村民 這樣的方式 那當你五隻都點同一隻的情況下 這個招降雖然不會斷 點其他村民手指不會斷 但只要一招降成功的話 就會變成五隻老頭 都要休息 而且你只能招到一隻村民 但底下神拳陣子之後 只需要一個老頭休息的情況 他就可以用另外的老頭 進行第二輪的招降能力 好 那後方有非常多肉馬 開始往前 想要收到後面巨頭 巨頭完全沒有敲命在防守 敲命這邊只拉了三隻怪 但是被防止卡到 繞了一圈 但看到前方的老頭 直接瞬間往前走 而且後面的這台巨頭 殘血被招降掉 這樣太虧了吧 哇 沒有想到 喬叫人這邊 巨人還往前招了巨頭 庫曼這邊損失慘重 但穿不穿來說 海系固曼這邊領先 102吋對上11吋 好 這名巨頭不打 看起來 固曼的巨頭大戰已經打輸了 好 這時候卡照人點下了槍兵的升級 這邊抽掉了非常多的馬功 那馬功這個單位呢 只要點下安息人戰術 對槍兵的傷害 會再多 好像多加4點傷害 傷害非常多 所以如果庫曼待會 有機會的話 趕快點這個安息人戰術 打這些槍兵 就不用花這麼多的時間了 這邊抽名去應修這個巨頭 巨頭鞋樣來到了100滴 但庫曼這邊轉出了一些馬功而不是清場 是因為他的城堡全部被砸掉了 要轉出清場的話 要需要挖石頭 但現在石頭是被控制的狀況 在外面 所以現在目前 暫時只能打出重裝打空 OK 扣曼人點下了拇指環 還有安息人戰術 那安息人戰術點完之後 遠方還會再多加2點 讓扣曼人的抗箭矢能力更好一些些 後面的槍兵趕快解解吧 這個應該是有看到 但一直沒有去解 結果村民一直被戳死 他是不是太小看這兩隻槍兵了 這邊真的趕快一大堆人出來挖石頭 這兩隻槍兵還在戳耶 真的是戳爽沒 殺了8隻村民 這兩隻槍兵是趙雲 想怎麼戳就怎麼戳 這邊三台巨頭開拆採礦民地 這邊村民 沒有地方可以走 直接往右拉 那扣曼這邊 可以趕快在這邊下更多馬就 去出落馬或是頭死車 去解這個頭死車 直接用巨頭砸馬弓 老頭部分現在暫時不敢招翔 但在這個城堡附近招就趕了 因為他這裡有十二射程的招翔 馬弓如果要貼近的話 還有時間反應 可以趕快收到城堡裡面 右邊補下了更多射箭場 看起來是要繼續出馬弓了 看到你蓋射箭場 我就用巨頭來拆 雖然村民現在是劣勢大約三尺村左右 但這兩隻槍兵還在戳耶 哇 已經戳了十三尊 十四 十五 這兩隻槍兵應該是伏筆喔 全民老頭被射掉了三隻有點虧 霧曼這邊反打一波還不錯 現在馬弓有安息人戰術 打槍兵的效果非常優秀 結果還是被捅到 這個拉板有點拉得很辛苦 因為馬弓的攻擊動畫 是比奴兵還要再慢一點點 所以每次大家都會抱怨 這個馬弓 拉打 拉打起來的感覺 並不是非常舒服 反正是用一般的奴兵或是強弩 拉弓的速度會更順暢一點 這邊看到補了非常多射箭場 轉出來的還是馬弓 清塔部分沒有辦法打 有點可惜 只有6加3射程的 6加3傷害的馬弓喔 有點可惜 射程部分也只有4加2 手很短 看到中間有石頭 過來挖一下 挑戰人這一波強化的教堂寶炊 其實效果並不是非常明顯 後面大部分都是用巨頭 開拆掉建築物的 實際上空間這邊損傷 也是兩隻槍兵一直沒注意到 才被塗掉這麼多村民 中間有機會可以開下石頭 下方來補一根新的城堡 上方產生中心 再一發 就能收掉了 OK搞定 那昆蠻這邊的抽名書 開始被追上囉 吵架的人 像是3TC開弄 抽名書是83村 對上96村 後方非常多的馬轟 開始走過來 這邊想要補一根城堡 來得及蓋好這根堡嗎 這根堡還有大約75% 現在83%被阻止掉 要繼續蓋有點困難 但是在近代城堡中心旁邊 他只要回來的話 只要一收吋 還是可以用電池反織回去 但是對方的動作馬功已經好了 血量來到了80滴血 攻擊力7加3 多了一攻 好 這邊想要控制蓋城堡村民 這邊使用老頭繼續著想 槍兵加上巨頭 開始往前推進 這邊的重裝馬功 打這些槍兵是OK 但是還是要拉打 不拉打的話 一定會被戳光 如果是不容易 也十分熟 然後開始上巨頭 開始了 還拿著 這是3 不要緊 哪個 後面有非常多老頭 持續招搶當中 墓高馬弓感覺有點扛不太住喔 這邊老頭一直招翔讓自己的馬弓越來越少 趕快有機會就去抓前線的老頭 趕快抓一抓 像這樣子趕快抓掉一點 吵架人這邊的一個進攻方式 比較單純但是卻很有效 巨頭加上槍兵還有老頭 是一個非常控制手術的一個招翔方式 正面的兩根城堡防護起來 現在要單顯示後方這裡會不會被打爆 但現在在戰場被隔絕的情況下 破曼家裡一直被巨頭開拆 其實有點難受 老頭來不及拉回來血量還是倒了 現在喬治亞人只剩下四隻老頭 我們在中間終於挖出了一棟城堡 這個城堡也沒有放在自己家裡 還是放在野外的部分 想要從這邊建立一個新的基地 進行反擊 但是喬治亞人這邊是三棟城堡 而且巨型頭時機也準備架了起來 右邊這邊馬弓有點厲害 在這個位置 想要控制這塊附近 但這裡又有槍兵走進去了 又開始亂捅一波 想要購買感覺家裡快控制不起來 決定打出了GG 哇這邊喬治亞人這一波的強化教堂寶推 打得算是半成功吧 不能說稱得上非常成功 但至少也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個新的喬治亞人 新文明的一個強化教堂 在競技場的寶推的實際效果是如何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喬治亞人拿下黃金的勝利 那食物的部分是庫曼還有木頭 引了食物量跟木材量非常誇張 基本上是快要贏一倍了 食物則是輸了大概八千或九千 但是用五勝物產出來的黃金是非常巨量的 那KD值來說也是擴曼這邊比較優勢 但喬治亞人用了大量強兵去騷擾對手 後期再轉出3TC開農 後面也可以轉出大量騎兵進行反擊 總體而言 喬治亞人還是比較適合步兵跟騎兵路線的 他的老頭也是算堪用的 大致上還是可以用的 並不會太差 所以這個打法也是讓大家參考一下 喬治亞人在競技場的強化教堂的寶推方式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